各位朋友,我是陳文 和大家講一下太歲的問題 2022年西曆,下曆就是任人年 太歲的夕日臣,就是賀岳升軍 太歲在東北方,歲破就是西南方 犯太歲的生肖,就是虎年,就是夕太歲 猴年,衝太歲,或者迎太歲 蛇年,就害太歲,或者迎太歲 豬年,就破太歲 講完,是否這麼簡單,當然不是 大家理解,為何要跟這套 太歲是甚麼,漏年溫情是甚麼 風水又是甚麼,方位又是甚麼 我不妨跟大家講,這些叫禁忌 有時叫疑忌,即適宜做一些 哪些不適宜做 禁忌,其實叫人知所避忌,吹吉避空 懂得禁忌的人,懂得凡事事前上後做多一層 自己理性上做好了,再在玄學上做多一層保護 這些是發達的秘笈 因為有錢人一定是心思神物的 而且做事相當講究,那些考據不到的事都要做 很多人說,衝太歲,犯太歲,是否要拜太歲呢? 是否消災解難呢?我覺得,如果你信的,是要拜的 即使不是充犯太歲,都要去拜 拜太歲的典,叫玄神殿 總之壇上是有斗武元君坐陣的 斗武有時叫斗魯,是北斗星 斗武元君是佛教的摩利支天菩薩 變了過來中國這邊,道教用了叫斗武元君 是找來掌管六十個太歲 講太歲,先講歷法,那國是用下歷的 農曆的任人年,苦年是由立春節氣開始計算 不是正月初一,即是年初一計算 任人年的立春節氣,就是西曆的2022年2月4日 清晨4.51分,當日是年初四,不知是否要上班 為何術數和元學的年換算 不是由年初一,清月初一 而是由立春日開始計算 首先,夏曆的曆法 清月起於1月1日 節氣的清月起於立春 我國的曆法第一個月叫清月 但清月每個朝代不同 夏雙周的清月是不同的 所謂見證或見證 以前用十二地支配十二個月 在夏宇建立的夏朝 用仁月,即是見人之月,做清月 見仁的見,就是見設的見 即是夏宇在仁月時是見元 即是立朝代 於是就用仁月,來開始紀元 由於夏朝是見仁 所以清月就是碎首,即是一年的第一個月 夏朝之後叫欣朝 欣朝的清月是見仇 指仇仁某神的仇 就以十二月做碎首 所以我們有時會慶祝冬至 因為雙朝見仇 就是以十二月,就是以冬至做節氣 我們是用來紀念雙朝的歷法用 周朝就見紫了 即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彈 建立的周朝,就用紫月來開始 就用十一月做開頭 不過十一月開頭相當準 秦朝的國造就很短,就不用提他了 漢朝就漢武帝在太初年之後 就用回夏曆 所以我們一直用到現在 我們中國的舊曆,或者叫華曆 紀元都是用精月、仁月做碎首 說回那個見仁,那個見字 那個有時叫月見 見就是北斗七星在傍晚的時候 北斗星入夜的時候 你看它的斗柄指著方向 那個叫見,見做見 另一種說法就是 在二十八獸裡面有兩個獸 一個叫做斗獸 二十八獸就是二十八顆星在上空 二十八獸就是二十八座星在上空 在地球看上去 上面有斗獸,還有見星 那個星獸的獸字跟宿舍的宿字同一個字 不過在星獸的時候我們讀過獸字 那十二個月的位置 就在地球看上去,看到的,在地面看 那月見的觀念就是 陰力去到陽力 即是由太陰力觀察月球 一個月就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還有這個太陽 太陽一連地球繞轉三百六十五 在路後面很多小數位 我們中國的力法就是 十二地支配十二月 但是二十四節就配太陽的運行 所以是陰陽合力來的,相當之威 故此我們的術數計數 就是一年開始我們計算節氣,跟太陽 萬物就生長靠太陽,人都一樣 所以是靠立春做任人年的開始 十二地支配五行 有時為何說我們屬於甚麼年會衝返太歲 就是因為我們屬於那個年的十二地支 那個屬性是跟五行配的 如果當年的五行是另一個 跟我們相衝,我們就算到是否犯太歲 所以也要明白一明白 十二地支就是指秋仁某神 至五味生有出海 配合春夏秋冬其實是合乎我們常理的 例如春天屬木,萬物生長 夏天是火,很熱 秋天是金,割禍用簾刀,簾刀是金 佛木,虎偷都是金 冬天是水,很冷,下雪 所以在十二地支裏面 人和某是屬木的,是春天 智和五是屬火,是夏天 新和某是屬金,是秋天 亥和紫就是屬水,是冬天 那剩下的那些是甚麼呢? 剩下的那些全部屬土,是多餘的 所以就是這個神、醜、率、魏 都是屬土 屬土不在春夏秋冬裏面 隨便失入十二月裏面 打個和 這些千萬不要小看 失入去裏面的那些我們叫余蘇 我們叫做人有余地 那樣就是解不明的東西 這些是玄機 不過就是在這裏給大家聽聽 農曆任人年,西曆2022 耶穌過世,為我們犧牲之後 就二千多年了 不過我們好像沒甚麼長進 任人苦年,天干上面是十天干 任是五行屬水 地支裏面就是人 人剛才說了屬木 上面水下面木 臨到棵木就生得很好 但其實有些問題 分分鐘是焗死棵木 這些是遲些說的 天干是任人年,屬於淫水年 所以就跟天干 故此叫水虎年 水的顏色在五行配置上屬黑色 因為北方很黑 幽命地界,所以就叫做黑虎年 聽名字都得人驚 黑虎內勞,黑虎 說回方位先,做人看地盤 2022年任人苦年 太歲方位東北方 所以那個東北位不要動它 乾乾淨淨,不要亂搞 不要找些重物摘它 又不要上面燒火,搞搞震 要不然就太歲頭上動土 動土已經不行了 動火更加麻煩 接著就說太歲了 太歲什麼呢? 為什麼有六十個這麼多? 二十八壽也有二十八個 為什麼太歲這麼多? 太歲聲跟聲有關 聲又不要想到印度人 什麼聲那些 又不是兜巴聲 又不是丟那聲 丟那聲那個字 是要讀到很高音才行的 就是丟那聲 這個丟那聲 這樣就循環了 六十個循環 這個六十個循環 有氣有力,找到食 古人為了方便講道理 經常用虛構的東西 或者是以人的方式來的 其實就是上面沒有六十顆星 然後有一個循環 太歲那顆星其實叫木星 不過木星又不是這樣走 它是倒轉走的 太歲星是倒轉走的 木星是太陽 是裡面最大一顆行星 我們很容易看到的 肉眼看到的 晚上的時候 日頭看到金星 繞行的一周 繞太陽行 當然太陽也正在走 千萬不要以為太陽不動 十一點八七 後面是很多個字的 又是隨不進 由西向東走的木星 它設十二分一 就叫一個區 三個區就叫四季 三個月就叫四季 由於它繞個圈是十二年左右 所以容易計數 十二很容易分割 容易分配中國的十二地支 方便計天文 所以我們就將那十二地區 在地球看它十二地區走 所以叫做歲星 但又為了方便計數 就免得跟實際的木星走 同一方向 我們就想著它由東向西走 所以就叫虛構的星 所以叫做太歲 太即是很大 虛構的比實際大 為何虛構比實際大 你不知道嗎 量化寬鬆的美元 即是QE 比實際多 將天分開十二分 這些堅 天都能分開 只收人某 明明 太歲星 虛構的 QE 星 很厲害 虛構的年份 就在這裡繞繞圈 譬如走到淫人 碎次淫人 淫太歲星 那顆太歲星 是率領當年的吉星 空星 所以相當要小心 為什麼太歲的位置在東北 其實是任人 任人的人在羅庚 我們稱為羅盆 羅盆東北方 所以叫太歲位 很容易定 太歲何時出現 我們看周朝的書經 詩經都沒有提過 其實太歲出現比較遲 在西漢時期 即是漢朝的前卷 我們稱為西漢 就有直連星君 因為當時開始有道教 覺得每一年有個星君仔看著 去到東漢 星君仔明明多了 反正上邊有28星獸 所以叫28獸太歲 這些家藝傳到外國 傳到金國和蒙古 在金國那邊 陸續封一些有德有能的人 做太歲 通常都是武將 我們知道是金國蒙古那些 崇尚武功 打得就行了 不多識字 計計賣賣 整了六十個 相傳是金國 即是他們叫金朝 張宗皇帝媽媽病了 一直醫都沒什麼效果 於是請道士來拜那個本命星君 即是丁卯蓮 她媽媽當時 叫做耿章大將君 拜完之後病很快就好了 然後民間就拜太歲了 所以那套東西由金國傳回來華夏 之後我們就到教邊多做事 做些太歲符咒、牌位 斗武元君神像那些 六十甲子太歲那些 犯太歲有很多種 總括而言有刑衝破害四種 刑即是犯刑法 刑了她 互相相衝 有時叫做服淫 即是兩個一起 重複 重複有沒有好事呢 即是你跟人 有雙衝 雙衝是跟她對抗 對著幹 即是交戰 所以有時叫做反淫 淫施她淫 破就破損 即是打爛她一點點 害就害她一點點 隔離遠 刑刑她背脊害她 有四種同太歲不合的地方 接著說說2022年 即是我們下歷的淫人年 犯太歲的生肖 總共有五種 生肖屬虎的朋友叫做直太歲 即是當直的直 即是要重複 即是要重複 因為虎人與虎年 即是雙重虎 兩隻老虎未到十隻白虎 所以不用怕 故事叫做直太歲 即是要開門口 做secure 很討厭 由於直太歲 跟太歲直接重複 即是在她的位置 大家眼睛睛 她是想讓她離開 所以有時 雙重好 你跟她的朋友就雙重好 你跟她得罪她 就雙重壞 所以運勢又起又落 起伏得很厲害 所以一定要 一動不如一靜 小小心心 做事千萬不要衝動 千萬要看前顧後 今年如果做大事容易失敗 小事謹慎 沒事的 升職比較少 運氣好當然不同 投資當然要小心 而且今年有空星叫指背 即是背部指著的 督背部 所以容易遇到小癮 底位、攻擊 可能經濟時打小癮 化解的方式 穿紅色 紅色襪子、紅色底褲 紅色襯衫 或者紅色T恤 上面印補命的符 那些都行 接著是石太歲 生肇熟蛇的朋友 形太歲 形即是攻擊她 跟她對撞 因為蛇的地址是智 智子也挺像蛇 智子和人犯了三刑 所以蛇年 朋友就跟任人年的太歲 雙黑、雙刑 故此今年損害比較大 因為屬虎的跟她雙重 有時跟朋友都有幫助 大起大落 但起碼都有起 之後落 但這個屬蛇就不太行 一般來說千萬不要聽十足 就容易破財 所以要很小心 投資、賺錢、花錢等 要小心一點 如果避忌 就是可以主動破財 譬如送禮給喜歡的人 請朋友吃飯之類 或者捐錢 這些都是我們在術數中用的道術 即是自己叫小破財 避免大破財 而且是益下人 所以見朋友無端白事 請你吃飯 可能是找你做小破財的道術 你當然答應了 幫人 出把口而已 另外就有空聲叫做貫索 連貫的貫 成索的索都是空聲來的 容易朝野官非 所以今年一定要拜神 最好拜摩利之天 你即是斗毛元君 即是攝太歲 生肖熟喉的朋友就沖太歲 沖在水沖就沖 做事不多順利 一般來說 遇到阻礙 不是一定會失敗 但會遇到阻礙 即是它跟你相沖擋住條路 那你閃過才行 做事就慢 跟同事的關係 或者合夥人關係有些不好 容易受人迫害 做生意比較容易損手難腳 所以今年投資要很小心 化解方法都是拜太歲 穿紅色衣服那些都行 生肖熟諸的朋友就叫破太歲 地資有害年 害年跟人年相合 但害及人亦犯了地資傷破 所以它的五行上傷破 就要小心 即是它會令太歲破 故此容易犯口舌之非 因為今年的空聲捲舌 捲舌即是多人說你壞話 被人排擠 容易心情低落 和精神萎味不振 消極悲觀 如果處於密運 戀愛之中 今年可能不多順利 容易有這個分分合合 不過沒所謂 有來有去 有去有來 很容易分手 但如果分手後回來 就容易結婚 所以不要太擔心 化解方法當然要懷柔 即是慈悲心 感恩 不要經常跟人對撞 別人說自己壞話 只有他聽字 算了 不要再罵頭 因為他蠢你罵他沒用 因為蠢人你罵他 他只是怨恨而已 所以沒什麼幫助 聰明人你罵他就醒了 他可能會多謝你 但蠢人千萬不要亂罵 不過這句禁忌 我好像經常都煩 生肖熟雞就叫做黑太歲 因為熟雞朋友的地資 就是有年 有年是熟木的 有木就是黑人土 故此就是黑太歲 黑太歲的影響不是太大 只是有一點點不順利 有些小人糾纏 財運有少少破財 婚姻有些不利 未婚的可能會有 即是離開分手 拜拜那些 結婚沒什麼所謂 所以就是要小心一點 化解的方法又是拜太歲 拜太歲可以去廟去神壇 亦都可以求到太歲父回家貼 貼通常都是上邊寫 直連太歲星君到此 吸過這個道教的印 或者摩利之天的印 拜太歲就是去年的太歲符 以及自己身上戴的太歲符 即是有兩張 一張隨身 一張擺在家裡 或者擺在公司 年尾是要送上天的 故此要拜它 舊太歲符燒它 說這麼多話 幫大家消災解爛和發財 發財是為了什麼呢 發財是為了少少錢 為何發財的人會少少錢 因為一日三餐就吃得很少 房子就不住得大 另外最重要 有錢的人比較少病痛 還有工作環境比較少空險 不會被石頭砸傷 釘砸傷 家裡有傭人看著 所以賺錢就是 花少了錢 人生很矛盾 那花少了錢怎樣呢 花少錢就一定要救濟人家 見朋友沒有錢 要疏財仗義 見窮人要報師 這叫慈悲心 佛教叫慈悲喜捨 亦經叫即善之家必有餘慶 所以最重要就是 多些報師給別人 跟著自己越來越有錢 這又是發財秘給你 所以賺錢就是為了洗少錢 洗少錢是送給別人 洗到別人就有錢 有錢養命別人就不用去捱窮 去冒險 去借貴利 別人也會好起來 我好你也好 在佛教叫做利他 你為他人著想 別人未必為你著想 但你起碼自己消災解難 這就是發財秘給